Hello 大家好 我是車禮好玩的Maira 去年去了大阪那邊自駕遊 其實一路有兩個地方未介紹給大家 這兩個地方都是我之前開車去了 雖然它也是一個有停車場的地方 首先就是一個我住過覺得挺正的溫泉旅館 而第二個就是很多人去拍照打卡的 就叫做琵琶湖Rally 其實這兩個地方相差大概是半小時左右的車程 如果大家跟著我這個攻略這樣玩的話 就可以住在我這個溫泉旅館 之後再開車去琵琶湖Rally那邊玩 我之前也出了其他的影片 是說我在大阪琵琶湖附近的景點去到是覺得很正的 大家記得一次過看 連同今集介紹這兩個地方 就可以令到你在大阪琵琶湖之內更加完整 首先說說我這次住的這個溫泉旅館 它的名字叫做紅禽溫泉湯圓館 那我預約的時候就是剛剛好日本開關的時候 那時候一晚雙人房連早餐的價錢 就大概是2000元一晚 但我看現在它的價錢已經累了一點點了 但如果大家還不快點去 再遲點去可能會越來越貴 所以還是盡快介紹給大家 那我預約這間溫泉旅館 最重要當然它是免費泊車的 它的停車場其實就在它的溫泉旅館入口前面 那時候駕車來到 一到駕駛排好車之後 就有職員過來幫我把行李拿進房間裡 它門口就有一個停車場 有很多位置 沒有環位的 大家就隨意排在那裡就可以了 進去之後就睡在一個挺地道 而且古式古香的溫泉旅館 打開房間之後其實房間都挺大的 一進去就是有廁所的位置 然後有睡床 再走進去就是一個活動的空間 但是我這次預約就沒有包晚飯的 因為其實開車出去附近吃東西都挺多選擇 而第二天的早餐都不是在房間裡吃的 就會去他們餐廳那邊吃 說到這裡都還沒說到湯圓館最棒的地方 就是其實它這個溫泉旅館 真的有超多溫泉 平時我們去溫泉旅館 通常溫泉大眾湯 可能就男女湯就只有一個 但是我想說來到湯圓館這裡 發現它的溫泉是四層樓都有 分別是五樓、八樓、十一樓和六樓 但是六樓那一個就是一個私人的溫泉 就可以付錢去一個小時 但是五樓、八樓、十一樓 就會分為男女湯 是所有住客都可以進去浸 我那時候就一次過去完五樓、八樓和十一樓 五樓和十一樓就會比較特別 他們是會入住的 你入住那一天就會是五樓是女湯、十一樓是男湯 到你check out 即是第二天 它就會變成五樓是男湯、十一樓是女湯 所以無論男還是女 都可以在不同的日子浸五樓和十一樓 五樓的溫泉就是室外的溫泉 而且是望庭園風景的 就是你進去浸溫泉水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藍藍的偏空 還有看到很漂亮的日式庭園景 八樓的話就是有男湯 同時也有女湯 一邊就望山景、一邊就望湖 到翌日這兩個地方又會再調轉 所以基本上每一天 都至少有兩個溫泉可以選擇來浸 而十一樓的溫泉 就是在天台那一層 主要是望著夜空 或者如果你真的想 有多些私人空間的話 六樓那裡也有兩間 可以付錢 一小時的私人溫泉 我進來之前 我沒有想過這個溫泉旅館 竟然有這麼多溫泉 可以給大家選擇 讓大家參考一下 我這次住的價錢 就是雙人房年早餐 就是二千元左右 一萬年了稅 但我今天就有進去 一些酒店的網頁看過 它現在最新的價格 就是二千五百元左右 比起我去年去 解封的時候是貴了少少的 但也明白的 因為現在日本真的觀光客很多 如果大家想試一下 在日本琵琶湖那邊浸溫泉的話 我自己都推介這一間 最主要是它 泊車很方便 酒店前面就有得泊車 其次是它房間都很大 住得舒服 最重要是它真的有很多溫泉 可以給大家浸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浸溫泉的人 這間酒店就非常適合你 所以我們先去看看 說完住宿之後 就說一下大家開車可以去哪裡玩 其實琵琶湖我覺得最棒的三個地方 就是這條點路介紹給大家 大家叫它重溫 還有一個還未在這裡介紹給大家的景點 就是琵琶湖Rally 這個景點也值得一去 再加上如果你是在秋天櫃著去 整個山谷看下去的景色是非常美 而且會有綠色、紅色、黃色 整個山看下去是非常有層次的 如果喜歡滑雪的朋友 就可以再冷一點 入冬的時候過來 它上面就會變成一個滑雪場 但我這次就是秋天過去 主要是開車過去 其實它下面也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 我去年去的時候 大概每一輛車的停車場前 就是1000日圓左右 進去之後 你還要駕駛一段山路 你才會去到它的停車場 如果你駕駛上去的話 一看到下面的停車場有的 不要那麼快拍著 其實它隨著你慢慢駕駛上去 它上面還有幾個不同的停車場 而且越高樓層的停車場 其實就越近它的纜車站 więc你再試圍一下 再試圍一下 我們再試圍一下 八二百八十三百 琵琶湖Valley的停車場錢是1000日圓一架車 電單車是500日圓 纜車方面的收費4月到10月成人是3000日圓 小童是1500日圓 如果大家在冬天滑雪的話 它除了纜車的收費之外 還有一個叫釣椅的收費 那個可以買package 但會貴一點 釣椅和纜車一日來回的券 會是6000日圓一個成人 乘搭完纜車之後 上到山上餐廳再吃東西 就要再付錢 如果你不吃東西的話 其實山上就沒有其他收費的設施 主要上到去都是拍照 還有一些給小朋友玩的遊樂設施 可以在上面玩黑 主要就是看風景 好 好 呀 呀 呀 其实我自己觉得上面都是非常之舒服的 提提大家,上到山之后就有点秋意 可能会有点凍,大家记住可以戴一件衣服 还有在上面cafe那边,买杯咖啡,其实坐在里面 chill一下,拍一下照片都是非常之不错的 我自己觉得这一边可以stay 1-2个小时左右 如果你是很喜欢拍照的话,可能就可以stay 3个小时了 这里就提供在琵琶湖附近两个我还没介绍过的地方给大家 就是今次住的汤圆馆温泉酒店和琵琶湖Rally的景点 再加上我之前在其他影片里提过,在琵琶湖附近有3个很棒的地方 就是这条影片里 大家连着这3个地方,再加上今次介绍的影片 都非常之够大家可以玩过三日两夜的了 希望大家在大阪有一个愉快的指教旅程 和可以欣赏一下秋季美丽的景色 我们就下次在其他影片里再见 拜拜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